李克强不出舱门,立冰岩红地开两侧列队致敬,保加利亚副总理兼外长扎哈里埃娃等政府高级官员,在弦梯旁热情以后,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沾海中也到机场迎接。 李克强表示,中保传统友谊深厚,保加利亚是最早同心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,两国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态势,这是我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受刺绑保,也是中国总理时隔18年再次来访,希望通过此房巩固两国传统友谊,促进各领域物学合作,推动中保全面友好和作伙伴关系,向更深层次, 更高水平发展,李克强指出,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,外加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,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发挥了建设性作用,在当前保护主义,单边主义,聂全球化思绸抬头的背景下,我期待同中东欧16国领导人,共同推动16加1合作走时走深,行稳致远,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。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,更好汇集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人民,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注入新动力。 陪同出访的李克强总理夫人程鸿,国务委员见国务院秘书长肖杰,全国政协副主席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同期抵达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